流感疫情全球升温 美国韩国相继沦陷 国内还同时有落罗病毒肆虐 最近这两周 腹泻急诊人数飙迫万人 甚至有八个月大的男婴 严重上吐下泻 爸妈却拖了三天才送医 严重拖水导致意识不清 差点小命不保 寒假第一天 小朋友不是到儿童乐园玩 而是爸妈牵着来医院报到 其中不少人都是得了诺罗病毒 严重上吐下泻 日前甚至有八个月大男婴 因为拖延就医差点送命 一天可以拉到十几次以上 然后三天后才到急诊就医 来的时候小孩子已经很不好 就直接住到家户病房去 而且抽血看起来 电解值相当的不平衡 造成了所谓的高血纳 然后胜功能指数已经有受到影响 男婴显现颅内出血致死 紧急补充电解值才脱险 一时呼吁 一岁以下婴儿若出现腹泻到没口水 哭不出泪 很可能就是诺罗病毒前兆 因尽快就医拖延不得 而且病毒容易经由食物飞沫传染 即使康复后48小时 仍具传染力 传染力很高 其实前半年很多都是全家一起来 往年大概一年诺罗病毒的case 大概150到200个之间 那今年光前半月就高达 六七百个case 根据疾管局统计 光是上周全台腹泻急诊人数 就飙破万人 比去年同期多出1.5倍 多半都是诺罗病毒引起 而且疫情持续升温 过年假期恐攀高峰 加上流感全球疫情蔓延 继美国47周沦陷进入警戒 南韩也爆发大流行发出预警 疾管局呼吁 出国旅游民众 可自费施打流感疫苗 避免旅游病毒找上门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